你真的会很感动 因为那就是一种 信任跟支持的力量 我相信他 他跟着我 这次除了可以 经济观察爸爸工作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 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一起完成 这就跟寄养家庭的服务一样 家们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可以互相陪伴 扶持 做什么都好 因为只要是家人一起就好 与儿子曾源德一起拍摄公益影片 父子俩文心互动 让人感受家庭温暖 连续三年担任家福寄养代言人的曾国成 首度与儿子曾源德搭档代言 曾国成表示 与家福合作这几年 常被接触到的寄养家庭故事感动 心里就很希望家人有机会能一起参与 很高兴17岁的宝贝儿子 这次愿意加入 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 0800 07 8585 你请帮我帮我 现在就欢迎你们全家 来做这些好事 有 怎么会什么样的社会体系 要支付这么大庞大的一个子猪 要照顾这么多有问题的家庭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孩子 从小失去照顾 失去一个可以健康健康的机会 所以我 我觉得 我们这边登高医乎是必须的 孩子他会 他会 听跟你互动 听你讲话 他会受教育 他会有出息 他未来可能可以报效国家改造社会 帮助这个 他收到的人 我觉得这事还是有 有好多好多 有百利有无遗害的事情 四伏两次 所以有必要登高一步 让这样的事情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好事 记者会中邀请担任寄养家庭14年的刘敦仁 杨千代以及两年的陈世昌王秀莹 分享加入寄养家庭行列的心情 原本只是单纯的为帮助弱势或回馈社会 但服务后深觉寄养家庭是能全家人一起做的好事 当初会决定要加入的时候 其实只是单纯因为我很幸福 我想沿地幸福 所以有这个服务 我可以照顾小孩 那另外一个是说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可以成为温暖的人 那你学习分享 我要让他们自己学习 怎么去照顾小孩子 那就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而已 那没想到我们全家因为寄养服务 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家是马路送食 因为一开始我就坚持说我的子女 要帮忙轮流照顾洗澡 然后陪伴弟弟 然后一起跟他成长 我的先生也很好 他都主动会帮忙照顾 然后陪伴弟弟一起玩 那我的大哥大伯大伯母 我婆婆住对面 因为两家感情都很和睦 我婆婆把小孩子也交得很好 两个兄弟姐妹都是很好 两个兄弟都是很好 那我大伯母啊 那个我大伯他们常常 也是会带着幼幼一起去玩 然后陪伴他 家福基金会致力儿少济养安置服务 42年来累计投入4693户寄养家庭 帮助近59442人次的寄养儿少 寄养家庭是遭不当对待 或原生家庭无力抚养的孩子们 最重要的避风港 然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 多年来都难以平衡 我们从官方来看儿少需要安置的一个需求面 我们看近五年的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每年 平均其实有2200多个孩子 在寄养的服务体系里面 那每年这里面的数字里面 大概有新增的 新增大概500以上 那我们再从供给面来看的话 寄养家庭到底够不够呢 那我们看一下 在2020年的时候 突然到2021年下降了69户 那大家知道说因为疫情 它的影响是还蛮大的 那其实我从社工的实务现场里面去问 2022年有没有更好 没有 它在下降之中 只是官方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那当然就是 我们再从那个 麻烦上一页 那我们从寄养服务的结束的家庭里面 跟新增的家户里面 我们其实只去看这两年 结束寄养服务的家庭 远比新增的家庭还要来得多 也就是说寄养家庭的这个 其实都服务蛮久了 十年到十五年 甚至是十五年以上 那这个是我们大概有四成五的家庭 都是很资深的一个年资 那当然也相对的说明了 他们也接近要退休了 那新的一个寄养家庭里面的话 为什么他们会担任寄养家庭 那我们也有做一些数据的了解 大部分的寄养家庭愿意来担任 是因为有利他因素里面 可以帮助一些不幸受虐待的孩子 然后可以有一些的力量 可以回馈这个社会 那当然有发生三成的里面 其实他是因为 希望可以家里面 有孩子来陪伴我的家庭 可以就是一起作伴 那是让家庭可以热闹一点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也看到说寄养家庭里面 其实是多了一个孩子 其实对家庭的一个 就是家庭的温馨跟邻居 其实是有一些的帮助的 那今年的话家庭基金会 期待能够招募到的目标是七百度 可以让我们孩子 每一个寿命孩子 可以有一对一对等的一个协助照顾 这样子其实是全家人一起做的一个好事 那我们希望说 就是让孩子有安全的一个避风感 然后可以因为我们打开家门之后 让这些受虐大的孩子 有一个安全的促手 那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家门 跟我们就是热爱住进来 让这些孩子受到一些的帮助 我想其实寄养家庭 在整个寄养服务系统当中 是最核心的 有好的寄养家庭跟持续的照顾 才能让这样的寄养服务能够延续 一直让陪伴这些 最需要协助的孩子 在他们人生一个最需要帮忙的阶段 能够有大好人来帮忙他们 其实在我们的寄养服务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家庭 有兴趣之后 它不见得会成为我们服务的 就是投入服务的家庭 它有经过一切的训练跟审核的过程 所以担练寄养家庭是不容易的 家福基金会期待 能有700户的家庭加入 才能为需要的孩子 提供稳定的照顾服务 希望号召更多的民众 一起打开家门 让爱住进来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再见 再见